李敖有话说 法国一位有名的艺术家 雕塑家叫做罗丹 在他的作品里面 有一个克里蒙索的像 就是这个克里蒙索像 克里蒙索是什么人 是法国的总理 做过两次的法国总理 他最光辉夺目的一次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是法国总理 德国人那么样的打法国 可是打不下来法国的首都巴黎 他把法国的首都巴黎守住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人把巴黎打下来了 可能那个时候 克里蒙索已经死了 这个人活了88岁 非常的有个性 有毅力的人 可是我在前一集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过 每个人都有所恐惧 克里蒙索是个有名的英雄式的人物 可是他怕什么 怕打针 他住院的时候 那种怂想 那种窝囊想的出现了 因为他怕打针 每次打针就痛苦不堪 这是每个人各有所恐惧 这是克里蒙索 这就是他的这个本尊 就是克里蒙索 看起来就是那种 很顽固的样子 他是这个 法国的老虎总理 外号叫老虎总理 法国的老虎总理 他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等于说救了法国以外 他本身呢 是个主张正义的人 主张正义到什么程度呢 为这个事情啊 得罪了法国的军方 我们今天看到世界历史 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德国人很疯狂的做一件事情 就是反对犹太人 认为犹太人非常可恶 请大家不要忘记 这种反对犹太人 并不是德国的专利 在更早的时候 法国人也反对过犹太人 法国的军方就有过一件反对犹太人的一个军官的一件丑闻 这个丑闻呢 当时就是有名的叫德勒夫斯事件 德勒夫斯事件 这个事件呢 发生了以后啊 把一个犹太的上尉军官 关起来了 说他叛国 说他泄露了法国的军事机密给德国人 就是这个德勒夫斯 然后就把德勒夫斯审判 这是他走出这个审判厅的时候 审判 然后在漫画里面就把他定罪 认为他应该定死在十字架上面 D-R-E-Y-F-U-S 就是这个德勒夫斯 大家注意 我给大家资料都不来自一本书里面的 东一片西一片 可是大家可以看出 看出什么 看出李奥的功力 他看了多少书 把同一个资料集合在一起 大家看这一个 然后这就是德勒夫斯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 请大家再看 这都是来自不同的书 当时 给他军事审判的时候 当时这个案子 军事审判的时候 大家再看 这又是德勒夫斯军事审判的时候 一个照片 现在李奥这个资料哪里来的 我随便告诉大家 你看这个资料 就是正在了 1963年 6月22号 星期六评论 S2美国星期六评论的杂志上面 看到没有 就这么一个 在1963年 这个资料就被我掌握了 7383932003 43年了 这个资料啊 在我手里已经43年了 今天 我把它拿出来用 大家知道 我是用什么方法来送进资料的 然后把它总和在一起 你看我手里页页展示的 都是德勒夫斯 为什么呢 就是不相 有相关的资料 都被我把它集合在一起 好了 现在有趣了 当时 法国的一个文学家 叫做多拉 他实在看不过去了 怎么可以制造冤狱 把这个可怜的犹太的上位军官 怎么可以把它关起来 关在哪里呢 关在南美洲的上面一个岛 法国属的一个叫魔鬼岛 就是很像台湾有一个叫做绿岛 以前在日本时代叫做火烧岛 专门关囚犯的 这就是一个例子 就法国人呢 把它送到南美洲去 一个岛上面 把这囚犯关起来 像澳洲 澳洲是英国关囚犯的地方 只是它太大了 可是 魔鬼岛是有名的一个监狱 就把它关起来 当时法国的文学家 佐拉 实在干不过去了 就开始替德勒夫斯写文章 喊冤 当时引起军方和反犹太团体的人的反弹 大家看画片 把这个佐拉手里抱着德勒夫斯的像 站在勒斯桶里面 就是在讽刺 就是真理呢 是被这个佐拉 在勒斯桥里面给剪出来 所谓的 叫安提佐拉 这卡通 看到没有 这当时的 有这种卡通 这时候呢 佐拉 所以做这个事情 怎么样的 能够把它公布呢 他就登在一个 杂志式的 刊物上面 这个刊物呢 就是 克里蒙搜 所办的 一个杂志 就登在这里 所以呢 就是有名的 叫曙光报 就 天亮了 曙光报 这个标题 我控诉 也是克里蒙搜 所下的 所以呢 这个 克里蒙搜 能够 替 文学家佐拉 找到这个 发表的 场地 就是他自己的 刊物 自己的报纸 能够扩大 然后军方 就开始 打击他们 佐拉 被判了一年 他不愿意服刑 就逃亡出去了 跑到外国 克里蒙搜 就抵抗 这个浪潮 一直抵抗 一直抵抗 可那个时候呢 这个 德勒夫斯 已经 遭遇了这个待遇 看到没有 这是法国的那种待遇 就是你的军人 得了不明欲的事情 好不说 你叛国 出卖了情报 把你身上的这些 为 这个阶级的标志 都撕下来 当众啊 注意很多军人 大家没看啊 在看 当众把你的官阶 把你的农域上的 这些 这些寻章什么 都全部撕下来 然后 把你的 身上戴着配刀 给他 弄断 就公开的 羞辱你 就使这个 可怜的 犹太的上位军官 被关起来 送到了 魔鬼岛 这个时候 就是 整个的正义 提供这种 呼吁 提供佐拉 魔鬼岛佐拉 打包不平的 这个工具 就是 克里蒙索 所办的 这个报纸 后来呢 办了杂志报纸 后来呢 在克里蒙索呢 又 慢慢的这个 进入 做了法国的总理 后来又下台 他又开始办报纸 办什么报呢 他办了一个自由报 自由人 自由人报 这个报纸 在1913年 办的时候 到1914年9月 就被查禁了 我李奥 最后就有经验了 办东西被人查禁 最后经验 他也被查禁了 查禁以后 两天 他就办了一个报 叫什么呢 叫做 置顾人 什么叫 不是自由人 什么叫置顾啊 大家看啊 我写的 在足约置 在手约顾 在手约顾 就是 手铐 在足约置 就是脚料 就是手铐脚料 手铐脚料 的一个报 这什么不自由吗 所以他的讽刺 讽刺查禁他的 自由报的 这个政府 他办了两天以后呢 就办了一个 置顾报 就是说 你不让我讲话 我说我自由的讲话 你不让我讲 这等于我带了 手铐脚料 我就不能讲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有趣的现象 为什么我坐在这里 我累呢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累啊 就我在这个大脑里面 常常做水平思考 当我发现了 克里蒙苏 他办了自由报 办不成 立刻就办了置顾报 我就想到 哎呦 我们中国有这个例子啊 中国什么例子呢 死在台湾的 于佑任 他后来 等于是个老顽固 当年是革命党 前进分子 后来变成了保守分子 这就是 美国诗人 弗洛斯特那句话 他说 我年轻的时候啊 不敢做一个极进派 怕我那老年了 变成了保守派 年轻时候 不敢做极进派 怕老年以后 变成保守派 什么意思啊 那不就丢人现眼吗 所以我宁肯 年轻的时候啊 不要那么极进 年轻时候是极进派 年老了 他是保守派 在台湾啊 做了所谓的 监察院长 可是年轻时候 是极进派 他是中华民国 刚成立的时候 他是次长 做了政府高官 次长 他 在革命时代 办的报纸 什么报呢 他办了叫民力报 民力报 以前办过神州日报 办过明虎报 办过 明虚报 请注意啊 明虎报被查尽的时候啊 他改名叫明虚报 这个虚子看起来 像这个胡子中间 两点呢 被挖掉了 你看没有 你虚实叹气 这是人民在呼唤 你不让我呼唤 我办个报纸啊 人民在叹气 这两点 两个眼睛 又被挖掉了 叫民虚报 大家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我说我累 因为我跟 克里蒙说 办的报 发生联想 你不让我办自由报 我就办个智库报 你不让我办 明虎报 我就办个民虚报 大家知道 学问是怎么来的 就是做这种水平思考 可是当然 你做这种水平的思考 和串联的时候 要保读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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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保读不算本领 而把它物以群分 物以类聚 又物以群分 把它 集合在一起 大家看起来才有意思 就是说 原来有的人 是用这种方法 来跟政府斗争的时候 连一个名字 他办的出版的名字 都有学问 这个学问呢 从优任开始 到克里蒙说 时代开始 他们年代也很接近 克里蒙说的时候 正好什么时候呢 正好 就在德里夫斯事件 前后闹多久呢 闹了 12年 12年以后 最后经过大家的呼吁 大家的争 这个斗争 法国政府放弃 就最后呢 就开始跟 这个德里夫斯谈判 把他放回来 过去啊 补偿你 你本来不是上位吗 现在赶上少校 后来还升到中校 等于和解了 克里蒙说 对德里夫斯很不谅解 就当年老子们替你 喊冤 替你呼吁 你怎么会轻易的 就跟政府和解呢 可是克里蒙说 他后来也发现了 发现这个犹太海的军人呢 根本他是个凡人嘛 他不是英雄 他是糊里糊涂的 被人家整了 被关在牢里 关了12年 所以呢 有机会能够放出来 能够恢复他的 当年他收费之后的屈辱 身上的阶级 寻章都被拆掉了 挂的刀也给弄断了 现在政府还给他的寻章 来补偿他 他觉得好 觉得他也接受 是不是 我举个例子 我在台湾遭遇过白色恐怖 做过牢 后来 我们这些人 台湾的政府 他没法做原意赔偿 他要做个补偿 每个人给多少钱 最高的 做了30年牢的 或者被枪毙的 给600万 相当于人民币150万 像我们李奥做的牢的 我们也拿了280万 我不跟大家讲过那个故事吗 我拿了280万张支票 回去给我太太看 我太太说 那别人拿多少钱呢 我说最高额的是拿到600万 枪毙了 或者做30年的 做40年的 做50年牢的都不算 都是给600万 最高600万 或者枪毙了600万 我太太拿着支票 就看着我说 现在枪毙还来得及吗 我太太觉得开玩笑 当时还送我们一个寻章 我给对回去 谁要你的寻章 你会有什么资格 发这个鬼东西给我 换句话我不承认 我们不承认你这个 鬼政府有资格 给我寻章 我不要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 柯特蒙说 帮着德勒夫斯 帮着他平反 最后呢 德勒夫斯跟政府和解了 我再想讲一遍 他是小人物 他觉得能够倒霉 倒了12年没以后 最后能够恢复军街 也就算了 德勒夫斯死在我生那一年 死在1935年 这我就把特别故事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印象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南美洲的魔鬼岛里面 那么艰苦的监狱生活 能活下来 这是本领啊 你早就死掉了 或者没人听你喊冤 一切空的嘛 使我想起来日本一个故事 日本人有一个人叫他吉田失踪 就这个样子 他在1913年到1935年 冤狱说他杀人 被关 关了7888天 80天 7880天 然后再注意要 1913年的案子 到了1964年 就是51年以后平反 平反的时候 他已经84岁了 他含冤了51年 有生之年 看到自己被判无罪平反 他举起双手 他已经81岁了 84岁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要清白请长寿 你要得到清白 你必须活得久 如果你活得不久的话呢 你有生之年 你就看不到清白啊 所以长寿是很重要的一点 讲到这里啊 我是跟大家说 长寿的一个特色 就是你要比你的敌人活得久 对不对 或者要比那些害你的人 折磨你的人 整你的人 诬赖你的人 要比这些人活得久 可是我们有一个危险 就是英国文学家 王尔德所说的 说一个人呢 要小心地选他的敌人 为什么呢 敌人也是没有水准的 我们要求我们的敌人 也要门当户对的 要有水准的 所以我们要选择 我理要不能选择 可是我理要有所庆幸 什么庆幸啊 就知道 我活到这个年纪71岁 我的敌人 大部分都死光了 最近死了一个我的敌人 我放了一个心 为什么 幸亏他死了 可是你们知道他活得久吗 大家看 立法院 尼前院长智商会 尼前院长文雅 尼文雅 不幸于 民国95年 2006年 6月3号 与世长辞 享受105岁 大家想想看 我的敌人要活105岁 我要活不过他 太容易 太可能了 活得比我久 那他太窝囊了吗 幸亏他死了 可是你知道 我多么冒险了 我自己都活了71岁 才能等到 这些最老的一个敌人 死掉了 目前 还剩下几个 都没有他老 可是 也都接近 90 100岁了 这告诉大家 你要活得久 活得扬眉吐气 要活过你的敌人 还真的是一个本领 因为你的敌人 可以这样潮手 活到105岁 不要以为他活105 好几个都活到105的 蒋介石那个老婆 蒋作为零 不就活到105吗 所以这是非常恐怖一个事情 当你小心选择你的敌人的时候 你的敌人 是这样子老不死 这样子健康承受 对我们当然构成一个威胁 幸亏 我再跟大家说 我的敌人 绝大部分都死光了 可是我自己 也 西洋西下 日薄西山 也自己觉得得老了 唯一的高兴 就觉得他们死了 像我的主要敌人 蒋介石死了 蒋介石的儿子死了 蒋介石的孙子死了 孙子里面的大孙子 二孙子 三孙子都死了 他那个私生的孙子 我心里好高兴啊 你们这一门三代 劈了啪啦 这样死 死得好快啊 可是我一照镜子一看 哎哟 我也老了 所以我觉得 当敌人全部死光的时候 自己的胜利 也是在西洋西下的一个胜利 当然我们可以自我陶醉 西洋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可是毕竟是西洋 毕竟是黄昏 毕竟自己已经开始老去 所以今天我在做这个节目时候 整个的节目告诉大家 一个人 有了什么冤枉 有了什么冤屈 有了什么委屈 你要能够长寿 拖到了有一天 光明在望 虽然你老了 可是还是在光明中老去 这是人生的最后的安慰 请不吝点赞 订阅